Hey yo, what's up,大家好,我是游哥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开服唯一限定角色 鲨鱼妹,艾莲 那我会比比较简单明了的方式来聊这个角色 不会有太多专业的用词 主打的就是一个,你们听得明白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 是我不太懂这个游戏的专业用词 首先呢,艾莲是一个兵系枪弓主席 主要的输出手法 就是以她这个兵附魔来打伤害 其实啊,只要记得她的输出手法 跟会闪避怪色的攻击 其实是不难用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攻击手法 鲨鱼妹呢,有这个三段普攻 要记得第三段普攻会是她的最大倍率的一段 所以尽量要打出来 再来就是移动的时候 我们点击这个闪避键 你就会进入这个巡游状态 进入此状态的时候 你有两种进攻手法 第一呢,就是你普通的点一下这个普攻 第二呢,就是你长按这个普攻键 这两种手法呢,都是会给予你这个 激动冲能,也就是兵附魔 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 这里会显示你可以打几下这个兵附魔 那普通冲刺呢,它会给予你一点能量 如果你是蓄力普攻呢 它会给予你三点能量 接下来就是这个一技能 这里也会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你需要四成能量 你普通的点一下,它就会触发了 第二种呢,你需要八十能量 你点两下这个一技能,它就会触发了 那这两种当你打完这个一技能出去的时候 你点普攻,它会帮你掠过第一段跟第二段 直接打出这个第三段最大倍率 基本上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它的输出手法 首先呢,就是进场了过后 我会推荐你们直接进入这个巡游 然后接这个蓄力普攻 这样我们就会有三点能量 我们就可以打出这个三段普攻 输出出这个最大的倍率 紧接着我们用这个一技能 再接这个第三段普攻 就是这么简单,它的输出手法 这里我们来看它的核心剂 在你发动冲刺的时候 或者你消耗这个机动冲刃的时候 它会给予你这个招式的50%爆伤 所以我们以上的这个手法都是能吃得到的哦 接下来武器方面 首选的肯定是它的专武 它能给予的提升 比起其他的真的是比较多 它能给予冰伤加成啦 还有这个暴击率 大量的这个暴击率啊 其次,常驻五星 这里可以选硫磺石 大鱼这个钢铁肉垫 再来四星的话 你们可以选这个星辉引擎 或者是这个加农转子 至于这个帮布方面 我个人会推荐先选这个鲨鱼帮布 再来如果你没有这个鲨鱼的话 你就只好选这个企鹅帮布 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这个圣鱼屋方面呢 我们肯定是会选4加2 那四件套方面 我们会选这个极地重金属 也就是冰套 那至于两件套方面呢 我们可以选这个冰伤的 或者是暴击的 再来就是这个攻击百分比的 主次挑方面 四号位肯定是暴击或者是暴伤 五号位方面就是并属性伤害 六号位方面就是这个攻击力加成 然后这个副尺挑方面 肯定是双爆大于攻击 再大于这个穿透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ABCDEF 毕竟是主机嘛 个人觉得能升多少就升多少 越升越高最好 反正都是有给予提升的 所以不亏 再来就是这个技能升级方面呢 个人觉得啊 普攻大于一技能 大于大招 再来就是闪避和这个资源剂加减点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影画 也就是命座 一命 把原本的这个冲击攻击 给的一点能量变为三点 再来就是这个蓄力攻击 原本是三点的 就变为六点 再来就是你消耗这个机动冲能 还会给予你暴击 所以个人觉得啊 这个命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会让你打起来舒适不少 然后增强不少 二命 当你发动第三段普攻过后 你可以直接衔接这个第二段的一技能 然后每拥有一点的这个机动冲能 你的招数会提升20%的爆伤 最多可以提升60% 我个人觉得不错一下 这个提升还是给予蛮多一下 三命 技能提升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 所以不太需要讲什么 四命 如果你队伍中任意角色 把对方造成冻结 或者让对方进入一个失衡状态时 你就会获得这个机动冲能 这个我个人觉得 不是很有用 因为一命给的就已经足够多了 这个四命有一点点的多余 再来五命也是加你这个技能等级 所以不用看 至于六命在你发动一技能 连接技 或者是快叙时 会加穿透力20% 同时会获得一个buff 这个buff呢 它可以跌三层 跌了三层过后 你用这个冲刺攻击 会消耗掉所有的buff 造成一次的这个250%的伤害提升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到很强啦 这个六命应该是没有提升到很多啦 毕竟它其实呢 是这个重刺攻击嘛 而我们的这个爱联啊 主要输出是在这个第三段普攻嘛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命座好像不是很强啊 所以我这里的推荐抽取就是 先抽一命 到专五 到两命 接下来我们来看回这个核心技 同样冰属性或同阵营 会给予这个冰属性伤害加成 也就是我们也需要依据这个来选我们的队友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配对建议 激破角色肯定是我们的首选 狼哥 莱卡恩 他是兵系 也是同阵营 他的激破能力十分的优秀 再来就是他能给怪物降低他们对方的兵抗 那这里下位替代的话就是安比 看你们自己个人有什么就选什么吧 至于资源角色方面 唯一一个 仓角 目前没有什么下位替代啦 第一他是这个兵系 就算没有狼哥啊 依旧可以触发这个鲨鱼妹的核心技 仓角呢 也能给予这个爱莲buff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来聊聊他的输出手法 基本上就是 先用这个狼哥上场 打到怪兽失衡 换出这个仓角 打出这个龙卷风这样的技能 再换出这个鲨鱼妹爱莲 打出我刚刚教过你们的手法 先用这个蓄力攻击 然后打出三段普攻 再加这个一技能 再打出第三段普攻 最后就开大招结束 基本上就是这样 非常的简单 其实这个大招终结季啊 我们一般上都是让这个主席 去使用的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你觉得情况 你需要去打这个失衡值的话 让这个狼哥去使用 也是可以的 好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希望你们看得明白 我个人觉得 目前这个限定角是绝对值得抽的 主要是他有着很不错的倍率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资源辅助 也在这个卡池里面 所以基本上你抽出来呢 你基本上就有一个配对了 整体来说是很不错不错的 目前是T0角色啦 我个人觉得 那希望你们听得懂 有需要的东西 如果有任何说错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 sayo nara by bwd6 by bwd6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